说完元汇运势 一定要提提三元九运 因为元汇运势那个周期太大了 十二万多年 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概念 只是从书上幻想一下 甚至远到我们考古无法探测的历史 以及远古人紧留的那些残骸 我们不知所以 不知所谓 那这个三元九运势近些年就比较火 尤其一是房产出来 它推断每个二十年一个小周期 都很准确 二呢 就是现在科学对天体运行 星球以这个角度参照坐标为准 我们也在反思用科技去指导 我们古人的这种发现 是人传的 发现的 还是天传给我们的 不知道 因为如果是以这个皇帝 我们据现在考古学 说什么二十六九七年公元前 那它这个尾数是七 你再怎么到处零呢 是五百四十年一个大周期 分为三个正元 那是一大元 三个正元 一月八二年 什么都是尾数 都是零 然后 一个大元呢 那又分为九个小运 一个小运就二十年 这二十年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土形木形 旋转 在相会的那个时间 你说不对啊 土形旋转 公转一圈是三十点 木星是十二点 那怎么会呢 你自己拿 拿这个 会算数学好的 可以算出来 它们起点是同一点的时候 你这个为七点 然后这样绕下来 一圈十二年 又转半圈 大概在这个二十年 这个位置 就相遇了 那所以说 金木水后土 我们肉眼可见的 最远的 就是土形 当然那个天王星 其实有的 势力好的 在有些情况下 天也要特别好 那个 也能看到 但是古人没有 那个以那个为论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像是月星尘 那个好像就变成了尘埃 时有时无的那种 所谓会星 所以它就 当然离我没远 非常小 非常隐 那个能量就非常小 我们体系都是以五行 延伸出来 尤其汉奈之后 总结出来很多 全套的 已经够用了 已经 体系已经产生了 就不以六来为论 天也五行 地也五方 是吧 那 这九个运 又有什么呢 是吧 一书 坎西 二书 三证 四巡书 中文 五级中文 六前世 七对八根 九离门 换一个口诀 就是 这个 带九旅一 左三右七 二四为奸 六八为足 这就是洛书九宫 它的原理 所在 就跟我们的这个 田有九星 地有九宫 是完全相对的 而且 这个 其中 我最近才发现 一个非常奥妙的 前骨 未解之谜 这个的规律 为什么这么排 为什么背到七星 这样 背到九星 还有 左辅尔比 两颗隐晖的星星 那它这九个宫 九个星 就落在了 这个九个运里面 一个 代表二十年 那我们 说 二十年 你这个土星 木星 这两个星 大概有什么意义呢 有 因为它是 我们看到最远的 而且 以这个最大的 绕一圈 小的一定是绕了几圈的 一定有他们相会的时间 但是相会呢 相会就 不是那么准确精确 所以这是小周期 小周期之后 还有大周期 更大的周期 我们再